油价三周连涨势头强劲进入2022还将继续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从2021年末至2022年初 全球的原油市场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 回顾上周美元油上涨4.63%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着前半年内 全球石油交出50%价格涨幅的大行情呢 首先第一哈萨克斯坦的黑天鹅事件 以及利比亚政局继续恶化 使得油市的供给量仍然紧张 第二世卫组织官员表示 Omicron感染症状较轻微 市场对于新冠疫情的风险情绪有所好转 上周因反对天然气价格上涨 而引起的哈萨克斯坦民众爆发抗议活动 其当局面临开国以来最大的威胁之一 哈萨克斯坦全国也已经进入紧急的状态 骚乱和抗议导致局势动荡 俄罗斯的盟友也已经向哈萨克斯坦派遣了维和部队 而哈萨克斯坦最大的石油生产商 田级次油田也被迫调整了其产量 由于此油田日均产量高达150万桶 占全球的2% 所以如果短期内骚乱难以平复 可能会继续对哈萨克斯坦 甚至全球的石油工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隔壁的利比亚也陷入了原油增产的瓶颈期 石油生产供给不足 与去年相比已经下降了25% 此外需求端方面 世卫官员表示 更多的证据表明 奥米克兰变种株正在影响上呼吸道 引起的症状比以前的变体更轻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 摩根大通也发布报告称 有迹象表明 全球能源需求已经经受住了奥米克兰的考验 随着疫情的好转 全球经济复苏 各国对原油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供给的增速 原油的价格也随之上升 摩根大通甚至预测到2022年3月 全球石油需求有望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与此同时 加拿大和美国北部遭受了严寒天气的迫害 原油的输送被打乱 美国的原油库存应声下降的同时 油价也随之上涨 再加上 由于政府对于ESG绿色债券的偏好 导致石油巨头们或许已经将未来的投资重点 偏离至绿色能源 使整个美国原油供给处于一个有力无心的状态 但是上周52月非农数据的暴冷 就业人数增加了19万9千人 远远低于40万的预期中值 增幅创2021年1月以来的最小增幅 以及全美行班大量取消都表现 对于Omicron的担忧已经悄悄溜回了市场 对于油市 利空的影响依然存在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